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线是欧式设计风格里面重要元素 古典的花线设计 比较多配襯华丽、复杂的雕刻图案 营造奢华的感觉 时至今日, 花巧的花线设计 容易被人觉得俗气老土 今集介绍的单位就在多幅长生 用到较为平实的花线作为装饰 一起看看出来的效果会如何 不少人喜欢花线设计 无论是大门、长生、柜门 都可以找到花线的终枝 但普遍不再是复杂的雕刻 而是花繁为简 以利落直线条、柜空间 营造立体的设计感 这个大概640尺的单位 女护主特别喜欢花线设计 于是设计师就以简洁、幼身 先条性比较强的方框花线 作为单位长生的主要装饰 屋主要求是一个 我想整个屋都是发色 和空间更加强烈 发色, 通常我们会选花线 花线主要是令到一种舒适的感觉 当大家看下去的时候 还有有一种好像一幅画框 永远都是 如果你在花线框放任何东西 挂幅画、电视 甚至一个很简单的钟 任何挂衫 都像一个装饰 对屋外来说 我就享受这些画面 花线设计主要集中在圆关 和黑饭厅比较显眼的位置 其实花线设计主要是 我们觉得很好的观看 通常我们会享受 你的人回家第一次看的位置 可能会看圆关位 接着到他挂衫的位置 接着到他餐桌的位置 梳化、电视 其实这几个观看 这个角度 都是女户主觉得比较舒服 而想重点 觉得想释放出来的画面 花线有不同款式和粗幼 至于装含方法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由工厂 预先将花线钉上木板 制成一块块组件 然后逐块拼砌接驳而成 厂的接驳板会比较快 没有可否认 但只不过是驳口位没那么漂亮 还有在运输过程 会担心会崩了、化了 如果在厂订制 通常它的幅度 最多是四尺幅 或者一个高度 因为电梯也限制了 所以厂做会有一条条线碰口 即是一块板 坊间有很多人不做 但这样做就会看到碰口位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我将这条线现场再修饰 就可以了 但可能达至完美 因为不是同步做 至于另一种 就是将整个工序 搬到现场进行 整个翻线的过程 我们在制造过程 应该是一开始会钉一块底板 但底板有选择 比较好的底板 防白 做了防照功能 然后再做个底漆 然后再做底漆 做完底漆 就可以上灰 灰通常要预计到一至两层 直到完成 比较平滑至为止 然后经过打磨 就再喷手套漆 手套漆 预计到喷两至三层 但其实完成第一层的手套漆 之后 应该要钉花线 花线做完之后 做完转角的处理 接驳钉好 才可以喷第二层 第三层才可以完成 为了可以更容易隐藏花线薄口 令整体感觉更完整和美观 这个单位的花线 就转用了现场装嵌的方法 为了统一设计风格 除了长生油花线设计 就连近门口位置 这一组大柜的柜门都不放过 同时大柜的摆位 亦兼顾了户主夫妇的储物习惯 门口这一组柜 主要我们高柜跟屋主 他们有很详细的沟通 我本身是习惯 一开门 我就想有挂衣 然后放鞋 所以最主要就是 我不想有高柜出现 因为想空间感大一点 所以中空位有个镜位 和它放小量显示 延伸到TV这个位置 其实都是想简洁为主 所以其实下面是离地 因为其实是想它容易打理 还有就是想线性一点 这个画面 可以伸长一点的画面 这个以条纸作为装饰的位置 一眼看下去 以为只是特色墙的一部分 其实分别是主人房 和洗手间的隐藏门 我想focus是中间花线 旁边的位置用线调性 很简单代表就可以了 而门就会令到 好像一幅画一样 有时候看下去 有时候延伸性会漂亮很多 相对来说 同样以线条做设计格 还有天花灯 不同长度的LED灯条 除了可以按自己喜好排列 还可以按不同需要 转换灯光效果 其实本身因为它这个位置 做了围边的 包了画面之后 中间比较空 所以我们想旁边再 把这个Square的位置 特别一点 所以收到这位置最深层的 满足了女护主 对花线装饰的要求 两位护主也希望 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设计师就将原本三房两次的间隔 改为一房一次 扩大睡房和客厅的空间 其中一只原本属于房间的大窗 就纳入成为客厅的一部分 下温和客厅的一部分 所以这位置可以供应 买到有两个大窗 为何会用一个木边 框框框框出他们 主要是屋主很忠诚的景色 所以我想像画框 包着它 另外除了画框 也够太沉门 所以想做一些 木纹的斜纹 堆砌的效果 这会更生动 另外屋主 可以多个位置 去做个lossal area 看看树和风景 因为平时上落的关系 所以由七个位置做长步 最主要是防花和耐用 這個窗台還有另一個功能 就是男戶主積木收藏品的專屬展區 因為其實男戶主的要求不算太多 他主要想有些LEGO 要掃出來 但女戶主亦不想有太多LEGO掃出來 我將它隱藏在窗台位置 將窗框收窄少許 做個box進去 為了更善用空間 房間和客廳之間 只是以一組大櫃來商隔 整間我們都想希望 把窗戶重新做過 重新拘惑 所以其實基本上 除了廚房、廚房、實體廠外 其他都沒有 我們主要廳和房間 用一個櫃間隔開去 櫃其實主要的功能 在書房 主人房就是書房和電視區 貴身有一定厚度 為了避免遮擋自然光 設計師沒有把大櫃 直接放在窗邊 而是預留了一個空間 作為小型裝飾櫃 原本是一間房 我們拆的房間 因為想整個窗全建 在廳和房間的窗 所以我們將這個櫃的 旁邊的位置 有個窗框位 即是想建在整個窗框位 所以將有個玻璃格格 整個環境 想通透一點的感覺 整個環境都是 考慮到如果夫婦二人 其中一方是客廳活動 不想打擾在房間 休息中的另一半 用來鑑出客廳和房間的 大櫃背板 特別加入了隔一面 和在旁邊這個位置 做了雙層玻璃 而房間的這一組大櫃 提供了充足的住物空間 連放置電視的位置 都隱藏了收納空間 除了高櫃之外 其實電視的櫃 其實是可以正面打開門 和再打開裡面 再做in-store 再做storage 整體其實主要是考慮到 除了櫃 除了電視 想要儲物量高一點 而方便一點 房間的另一邊是衣帽間 以調時玻璃 躺門作為間隔 呼應客廳 以線條為主的設計風格 整個空間佈局 除了有大衣櫃和女護主的鋼琴 亦特意為男護主 預留了一個專屬角落 衣帽間本身 我們預測是一定要放鋼琴 因為我們想聽 空間要很大 另外衣帽間 其實有一個窗的位置 其實是圓走廁所位 所以我們把窗的位置 偷出來 讓男護主要擺一些模型 和可以有一個對流狀 就算大面積 採用大古典器式的花線設計 亦未必一定會令人感覺俗氣 只要花點心思挑選款式 運用得宜 亦可以做出輕盈的設計感 下一節回來 帶大家參觀一個玩樂設計展 當作不同形式的玩物設計 除了可以勾起兒時回憶 還可以啟發大家思考玩樂文化 對個人以至社會成長的意義 勤有功氣無益 我們小時候就被教育 玩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 最近有設計學者 就策劃了一場玩樂設計展 透過互動裝置和不同年代的玩物 讓大家明白到 玩對設計和社會文化的重要性 在競爭激烈的社會 玩具、漫畫、玩偶 很多時候都被視為無聊的玩意 小朋友玩要適可而止 長大後就更應該專心搏實 玩就是浪費時間 香港設計中心最近舉辦了 一個以玩樂為主題的設計展覽 希望改變社會大眾對玩的舊有觀念 我們在這個展示中 玩樂不是只有孩子的領域 我們不停在玩樂因為我們長老 我正在證明 我們長老因為我們開始玩樂 Ramy是其中一位展覽拆展人 他曾經擔任大學設計系講師 專門研究玩樂和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 他說看似無聊的小玩意、小遊戲 很多時候都可以啟發設計思維 甚至可以影響社會發展 為了增加參觀者的投入感 最接近入口處的展覽大廳 就做了一些互動裝置 如果麻煩你喝的話 就用這個地方 我會 DarkFound 看一看 之後我們把這個部分 想要做一個好碳 就是把這個部分 找到一個面積的人 就算清楚知道 我以為題為一個大學系 我們選擇 但讓它對上 有關音人 的一種説話 所以我們選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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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玩手机游戏 想社交媒体 这些玩乐项目 都是利用它来做工具 至于这个位置 就有一部再有几款玩具部件的扭蛋机 随机扭出一样的扭蛋机 这么玩手机 不僅只有玩具,更不是小朋友的專利 但當大朋友遇上塑膠玩具 還用這些組件來做創作 又會出現一些怎樣的玩美設計 塑膠玩具其實每個人小時候 都一定玩過 我覺得特別是香港這個地方 其實塑膠玩具有一個時間性 一個歷史的象徵 塑膠玩具我們曾經在80年代 是最大的出口地點 而在我身後面的一個系列 就是平衡世界 我經常都幻想著一些 香港已經脫色或消失了的景象 包括後面有看到的人力車 或是一些小排檔 你會看到我的作品 通常都會有一個城市在後面 而我很想這些元素 同時在五光十色的城市底下 都會同樣重要 Angela用塑膠玩具 來創作光影雕塑 已經有七年的時間 對於她來說 構思設計不僅僅是工作 搜羅不同種類的玩具 再研究它們在光影之下 有甚麼變化 然後結合想像力 最熟悉自己想說的故事 都是一個好玩的過程 對於我來說最好玩的 就是在社區中 好像城市監獄一樣 不斷找不同的店舖 看看自己好不幸 可以問問老闆 是否讓我找找他的玩具 或者組裝一些燈 或者一些連結的部分 我覺得很實踐到這件事 就是我在社區中找到這種 很親密的人際關係 這種感覺是我做任何作品 我都會想找到 光影雕塑 也不僅只有觀賞價值 Angela教我們用通粉 絲帶花等等材料 做成一個簡單版本 平時可以用來擺設 而開派對時 就可以投射光影到牆上 增添氣氛 效果是怎樣 我們最後才揭曉 現在先看看有甚麼需要準備 首先我們需要一個木的底座 然後可以在上面加一些有顏色的燈 或者可以用手機的電筒 或者普通家用的電筒 都可以同樣做到一個這麼鮮明的光源 另外我們需要用一塊海綿 家裡可以買到一些法普膠 或者有色的建築棉 也可以做我們插物的基礎 我今天把它丟成一個像石頭的東西 材料準備好之後就可以起草圖貼上牆 今天就是用一個填孔的方式 就是譬如說你有些物料 例如這個蝴蝶粉 你放進去就可以填了 現在的恐龍或者牙道 而我們大概會用一些鐵線 定了位置之後 就用義溶膠窗 將蝴蝶粉固定好 待會就可以根據剛才 我們定好了的位置 就插上這塊架石 如果採用了兩種顏色的燈 要留意每一次度位 都要用同一隻顏色的光影 之後考考的就是大家的耐性 重複以上的步驟直到砌完圖案 接著就可以撕開草圖 裝飾海綿架石的表面 大公告成 换物以及遊戲空間的設計 要吸引玩家 除了從視覺元素入手 細節處處都要從用家角度出發 下個星期我們還會帶大家看看 獲得紅點設計獎的玩具有甚麼特別 一眼看完的遊戲室 又是怎樣可以做到 小朋友玩五個小時都不會厭